勇氣對藝術家來講當然是很重要 創作過程裡面就是需要勇氣 需要實驗的精神 需要探索的精神 要有創意的作品都是要 有勇氣去嘗試新的概念 無論發生有沒有事情都不要緊 最重要是自己怎樣去面對 卻沒有困難 所以在創作的時候 你有沒有勇氣去真正去面對自己 你在碰到一些很厲害的人生的抉擇的時候 你需要有堅定的勇氣 一股撒勁的去追求想追求的東西 在生活當中不敢做的事情 你都能夠有足夠的勇氣把它做出來 所以勇氣並不代表是說是藝術家 只有藝術家能做的事情 而是其實我們天天對這個勇氣之 改於說、改做 其實是我們周遭生活 一定要嘗試的一種事情 在那裡 有的在後面對 drafted 提醒過來 謝謝 你好 你